瓜谷里面就放我们要放的字 因为都是数字的话比较单纯 然后把它串接在一起 那再来这一行没问题 串接再到这边 那这个时候呢 我就把Seql串接起来了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Seql的语法就在这里 不过现在 游标放在Seql上面 它会出现 可是因为呢 游标放的这个范围不够 所以如果今天 假如怎么样呢 你想要完全了解 看到Seql里面的值的话 交过一个方式 就是说你可以从检视里面 有一个叫做 即时运算试窗 那即时运算试窗 我的习惯这样 以前我们撰写程式 我如果要把Seql里面的 全部的字串 因为我还没执行 在这个地方才去丢给 丢给什么 丢给那个Connection 去帮我 再传给SS帮我查询 我还没执行 我怕可能会有错的话 那我想要把Seql 把它秀出来 我可以在即时运算试中 按一个问号 问号就是输出的意思 输出什么呢 输出Seql 这个变数里面的词 按个Enter 那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时候呢 它就会帮我把 我组出来的 到底里面 这个里面这么长一串 到底里面放的是什么呢 原来是这样 insert into 你检查一下 中间加个空白 防贷 然后五个栏位 然后前后 values前后再加空白 记得是values加S 然后后面的话 加上什么 加上三个资料 五个资料 12345 中间一定要加豆点 结构 多一个少一个都不行 这个要非常严谨 如果说你这个地方 完全没有错误的话 你就可以 给你